大家好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题目是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值得深交 作者是先知书店 来源于李强好读书半读 人们常说中国人是天然的政治民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中 在中国 政治总是最热门的公共话题 政治总是显得无孔不入 而且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其实普通人关心政治 是因为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政治不光涉及国家大计 权力角逐 利益纷争 也关涉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 荣辱得失 喜怒哀乐 可以肯定地说 任何人都与政治密切相关 你可以不关心政治 但政治每时每刻都在无形无中中关心你 人关心政治就如同鱼关心水质 每个人就像河里的一条鱼 河的水质关系到每条鱼的生活质量 甚至生命安全 所以关心水质是每条鱼都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 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 但很多人说 我不关心政治 这样的人不值得深交 他们的言下之意是自己很清高 超凡脱俗 他们不接地气 一厢情愿地认为政治是公务员的事 其实只要你生活在人群中 只要你有需求 你就与政治脱不了干系 评论政治的前提是理解政治 尽管如此 但是政治是门高盛的专业 而且门槛极高 35岁的程序员或许已经被公司扫地出门 而35岁的公务员还只是个年轻干部 因为政治是门实践的学问 是一种处理人类复杂关系的实践 政治经验必须通过无数次与人互动的过程 才能吸得 处理不同复杂的场景 面对无数不同特性的人 政治实操门槛很高 但评论政治的门槛很低 似乎只要有一块键盘 就可以高谈阔论 指点江山 其实评论政治的前提是如何深刻理解政治 作为20世纪三大思想之一的保守主义思想认为 在社会政治领域 真正的智慧只有一种 那就是实践的智慧 例如光是理解一个政策 就已经有很高的政治门槛 其实大量的政策都是资源约束下 历史惯性下 各种势力折冲下妥协的结果 而关于政策失败还是成功的讨论 在当时还是在十年后 甚至是在一百年后 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评论 任何政策的成败得失 永远都是盖棺难定论 理解政治的难度可见一斑 政治就是与魔鬼共舞 著名思想家马克思韦伯 在《以政治为业》一书中说 政治就是与魔鬼共舞 我们必须用魔鬼的手段 去达成正义的目标 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 政治的残酷真相在于 任何政治事物 比如经济改革 都会有利于一部分人 损害另一部分人 这是政治的特性所决定的 政治的目标的达成 在于必须通过暴力 强制才能实现某些目标 政治中真实的利益 总是被各种方式遮掩 掩藏 所以评价政治不能只听信某个人 某个群体的一面之词 政治的背后驱动力被放上了无数众的伪装 所以政治的优秀的政治人物一定是 遇满天下 傍满天下 因为政治的前提就是 花分敌我 处理必要得罪一部分人的事物 你的朋友有多爱你 你的敌人就有多恨你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没有人骂 那一定是没有做事 中国政治大学的王仁博老师 政法大学王仁博老师 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文一书中认为 政治很严肃 政治很复杂 政治夹杂了复杂的利益关系 政治脱离不了历史语境 政治的评论 绕不开事后验证 而事后验证的周期非常长 甚至长达千年 正义了那句话 盖棺仍难定论 我们有权利 自由地评论政治 但是我们得知道 评论政治时甚至政治的复杂性 政治不仅仅是利益博弈 更关乎道德与信仰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得不承认 政治有阴暗残酷的一面 利益博弈永远是绕不开的视角 但同时我们更不能否认 政治有阳光日常的一面 因为政治不仅仅是利益博弈 更关乎人心向背 也就是道德正义与信仰 故意注重前一面 是政治被妖魔化 我们自然会恐惧政治 因为恐惧视线受阻 则无法看见后一面 这边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妖魔化政治令人恐惧政治 恐惧政治反过来 加剧了对政治的妖魔化 要打破这种妖魔化 打破对政治的恐惧 我们就必须看到政治的另一幅面孔 或者说我们就必须转换政治 观察政治的视野 政治不仅在朝廷 还是在民间 政治不仅在市府 还在菜市场 政治不仅在夜幕下 还在阳光下 政治不仅是恐怖片 还可以是肥皂剧 政治不仅是新闻 还可以是好声音 政治不是专业官僚的全专利 而是百姓的日用 政治并非不可契及 它正游走于你我身边 我们关心政治 也不是无聊的消遣 也不是功利的硬士 更不是强大的积血 我们关心的是 可以决定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政治 关不关心政治 也可以体现你的良知 学识 诚信 善良和气节 你不需要下笔千言 滔滔不绝 哪怕你只是转发别人 写的糊糊 有生气的文章 图文和视频 我们就可以看出你的趣味 你的修养 和你是否可靠 其实 关心政治的人 不只是具有独立人格 和高尚灵魂 他们还必须是有良知 思想和担当的人 他们想改变 并非一己之现状 而是要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他们见不得穷人被欺压 弱者遭欺凌 他们永远站在正义这一边 女士们不妨以是否关心政治 是否理解政治复杂性 作为择偶的标准之一 跟这样的男人交往 做他的妻子 会非常有安全感 而男士们 如果你身边有女性 特别 关心社会和政治 更应该给她们点赞 因为这些知识女性 成为母亲后 对儿女人格的形成 即儿女成人后 对社会的责任感 甚至延续种族文明 都具有巨大的影响 不理解政治的逻辑 就会沦为乌合之重 叙述至此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正确地关心政治 是每个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 一个学者曾说 判断一个人是否可靠 就看他在评论政治时 是否会走极端 确实 头脑简单 性格极端的人 大家都不能 或者不愿意去理解 政治的复杂性 他们头脑中充斥了 好 坏 中 坚 善 恶 左右 等二元思维 而判断一个人是否可靠 完全可以从他的言辞中 看出来 如果一个人 满嘴说的不过是一些大词 空词 这说明他其实还是一个 思维僵化 极容易被洗脑的人 这样的人往往愚昧 盲目 自私 皎洁 懦弱 狭隘 冷漠 无知 恐惧 懒惰 虚伪 逆来顺受 随波逐流 任人宰割 得过且过 人性之弱点 瞬间集中暴露无遗 可见 如果关心政治 却不理解政治的逻辑 就会沦为乌合之中 受人蛊惑 成为炮灰 所以 关心政治 不仅需要意愿 更需要基本的认知和能力 那么 政治如此复杂 怎么样 才能在矫短的时间内 掌握政治的基本框架 并用这些知识 完成从看见 到看透的认知升级呢 先知书店 全推的 现代公民的政治诚实读本 站在古今 中外 诸多政治 思想家们的 肩上 思中国人所想 答中国人所问 OK 1840年以来的中国 本书是著名法学家 王仁博老师的最新立作 理解政治 脱离不了具体的历史语境 理解中国政治更是如此 当下中国社会的大问题 真问题 都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本书可以说是 理解中国过去与未来的最佳入门书 保守主义 本书是著名政治学者 刘俊玲老师的代表作 本书讲清楚了 国家应有的目的 政治应有的逻辑 社会应有的秩序 政府应有的责任 官员应有的品行 公民应有的权利 可以说是 理解政治运作逻辑的最佳入门 好 我们关于这篇文章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